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聞聯播 大師 常公子 首先講一件事 有讀者留言 大師你可能記錯了 那個不是周潤發爺謝賢 講的是陳百祥 件事發生在另一套賭片的宣傳 當時阿叻和四哥有份參與的電影 上歡樂金蕭曹宣傳 現場打麻將 輸了會被撥水 當時直播見阿叻有得吃糊也不吃 寧願自己受罰 亦都要保住四哥的面子 這段是真事 後來阿叻在 後來阿叻做主角的電影 《難道英雄中》的這個橋段 亦都給了面子 坐完自己不吃糊 還有這些事發生在運財至叻聲 之前的幾年 我記得一件大事 忘記了一些細節 因為他們在島的謝賢 一直都是男神眼 借賢羅四海 對 所以就是男神眼羅四海 當然是不可以丟臉 所以阿叻就給他面子 所以整件事 我都說了 阿叻和杜汶澤爭 你無論如何說也好 你無論如何說也好 如果你叫我選一個人做朋友 我一定選阿叻 因為杜汶澤 無論政治正確的話 他這個人本身是契弟 這件事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根本上是不容改變的 你和他每一個人都 和每一個人對他是因人 你都吵架收場 還不是因為政見 吵架收場 你就可以知道 杜汶澤本身 這個人是一個契弟 他無論多正確 或者多有才華 他都是一個契弟 而阿叻 無論他多麼囂張 或者他多麼不專業 他的人品也是不錯的 如果要選一個人做朋友 或者選一個人做好人 就絕對無論如何 他厲害 是一定比杜汶澤好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你怎樣也否認不到 你若否認 你只能掩住他的心 其實在我心裏 如果你看到陳百祥 我都會想起他的角色 我看到杜汶澤 我想不起 就是無間道那個 傻強 我經常看到他 我想起足之山 是 杜汶澤很有才華 我很久之前很欣賞他的 但是現在在講一些人品的問題 我沒有見到杜汶澤 但我見到杜汶澤 我跟杜汶澤不是關係很好 也不算是壞關係 但不是看到有任何關係 有任何大交流 但是問題就是 甚至我見到他面的時候 我見到他很多次 也不是特別 在他見面的狀況下有好感 不會說 我看見到他 我真的對得到這個人 真的很喜歡這個人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我只是講了一個事實 就是說 從他 人家看到的東西 和他的朋友 看到的東西 我想 阿Lak說的人格 一定是高度問責的 好 我們先講回本地疫情 昨天十一宗新增個案 一宗源頭不明 但源頭不明的那宗個案 都去過尖沙咀 現在的風眼都去尖沙咀 早幾天 有泰籍的人染病 現在發現 二十七歲泰籍的家庭主婦 亂說 說話是假的 他又說他的朋友回到泰國確診 然後 回到泰國 其實他的朋友從來沒有離開過香港 今天沒有回過 衛生署 昨天 張竹君醫生就說 已經把這個女士交給警方處理 看看如何處理 就似乎 說來講去 他是隱瞞了一條產業鏈 是的 說來講去 發現了很多 有泰國的 所以他傳播你不叫產業鏈 我現在想說是產業鏈 他們千方百計就是 隱瞞了有一群人來香港做陪酒 哦 對 他不是隱瞞 他隱瞞了 現在就是因為有一條傳播鏈出來 結果就有人 揭發了產業鏈 好明白 你對 因為大陸內地沒有人來 或者其他人來不了 於是有些泰國的女士來了香港 整件事一通了 有人去做陪酒 在尖沙咀 這件事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永遠都是死守住 而大陸就不守住更加危險的其他地方 是的 所以就是 大家不停說 不要給大陸人 其實大陸人是最安全的 所以仍然是因為政治凌駕 政治凌駕了事實 你才會這麼想 沒錯 那條產業鏈也要多少員工的放手 所以也要快點來才行 沒錯 專家也說 在這個情況下 還未適宜放棚限聚令 今早林鄭陽海記者招待會也說 星期四、五夜到期的限聚令 要延長多一個禮拜 暫時不能夠放寬 因為還有零星的不明源頭國安 希望市民 專家說 希望市民自律 麻煩 但是很難自律 是的 問題就是 傳播鏈也是 我們大家一直都說 最危險的就是酒吧 是的 但是酒吧這個狀況 真的非常危險 是的 不僅是傳播危險 事情本身都很危險 因為 前晚 有人在尖沙咀的酒吧 十二點鐘到期 要求客人走 客人不肯走 跟三個職員打架口角 跟著爆樽 其中一個死亡 很大件事 然後是鳥獸散 那你怎麼自律呢? 很難得叫你走 就是這樣 叫你走 你都搞不定 何況叫你戴口罩 沒錯 你想清楚了 叫你離開 你都要拿命 如果你喝酒的時候 我叫你戴口罩 那我很危險 所以也是這樣說 我不要說過其他 應該在酒吧中 應該要作出 某一定程度的加強防疫 或者之類才行 沒有辦法 雖然對酒吧業的人 很不公道 但是也沒有辦法 第二就是 關於我經常都說的問題 就是 酒危險些 還是煙危險些 的問題 你覺得呢 因為酒其實是會生肝癌 當然我不用說了 究竟煙危險些 還是酒危險些 就是你喝酒 除了會生病之外 也會增加了什麼成分 當然你二手煙 你又會令到 但是現在這樣 你是禁二手煙 就是說 你是什麼吃煙 可以不可以呢? 就是說 如果不在公眾場所吃煙 那就是不能吃二手煙 可以不可以呢? 那麼 為什麼要 禁止紅酒的碎 或者是啤酒也要抽稅 對嗎? 當然 啤酒很輕而已 為什麼要抽稅 我的意思是 而酒有危險的程度 就會發生這些 醫不會 醫不會 很多罪行 包括風化 鬥吐 很多罪行 都是在酒後發生的 如果減少了酒的話 罪行可能會減少了 我估計 我大約會減少了2-3% 我想是一年死少了2-3歲的人 對 酒後駕駛 對 還有酒後駕駛 OK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這樣做 OK 我並不是說要禁酒 沒有不行 我只是說為什麼要禁煙 是 就是為什麼 相對禍學來講 為什麼煙要是覺得 是這麼十我不捨 是 因為 我覺得 應該是 應該是 更加嚴格 去 禁止公共場所吸煙 嗯 甚至可能是輕度的 認識罪行 但是應該是減煙水的 是 這個向來的 向來的 主張 我記得我是又不吸煙 又不喝酒的 是 你只是喊幫之父 我不跟別人 通常反對食煙的人 反對食煙的人 是因為很討厭食煙的 是 贊成食煙的人 是因為自己食煙的 我贊成食煙或者喝酒 我從來都是 就見 以事論事 不是因為自己個人的立場 正如 胡適贊成自由戀愛 但他自己盲分架 所以我佩服胡適這一點 可以嗎 如果唐英年贊成 加一個紅酒碎 就證明他大公無私 是 但是至少你可以 至少你煙都應該是減了 當然我認為是 很多人認為是 不可能的 我認為如果減了煙碎 即是說 如果完全免了煙碎之後 是 香港可以做一個 可以做一個煙的集慎中心 是 即是香港變成紅酒的集慎中心 是 但是人們認為不可能 這個就不可以特別爭 不可以特別爭 但是我只不過從酒這件事 我就讓我想起這件事 我就說一說 關於我對喝酒的看法 我覺得喝酒的禍害非常大 不小於煙 但是我不是贊成禁酒 我而是贊成 反過來 是 免煙碎 是 真是離譜了 真是拿命 看看 還有我現在發現 就算是之前 那一件事 22歲的Ivery 學生 染了 感染鏈出現的源頭 或者這件事 也是所謂 樓上巴 就是 上了去 山林門那些 因為樓上巴 很難管制 樓上巴 跳躍了百多人 就是樓上巴 因為打開門做生意 大家可以看到 你有沒有怎麼坐 尖沙咀的地方 要大量摩地道 一大 天文台道 大量樓上巴 我想 那你對症下藥 那你會比較多 就是 整件事 我們這個節目 有一件事 是一個優勢和一個劣勢 優勢和劣勢 我們經常提到很高層次 扯到很遠來講 但問題是 這件事 我們未必是就事論事 會把這件事 扯到一個理論性 或者一個政策性的問題 樓上巴 就又在地產霸權 嗯 對不對 你總是要扯高他們 對嗎 對嗎 又在地產霸權 為什麼會有樓上巴 就是因為地產霸權 租太貴 或者所有東西 但是根本就去樓上 比不起 或者沒有地方 就是地產霸權 對嗎 到了最後 所有的都是土地問題 是吧 所有的都是土地問題 但是這件事 很難不讓我想到這件事 OK 剛剛發生了一件事 買了一本東周刊 拍到黃之鋒拖女 去五星級酒店 爆訪22小時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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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請看